我們今天已經早點時間跟大家報告了 就是中美兩國領導人在2021年2月11日 大約是北京時間上午 拜登和習近平通電話來 最初通電話的消息流出來 說互相公祝新年快樂 中國的倫敵新年天日 但現在更多資料流出來 他們的談話內容 當然在這些談話內容裡面 我們在中國那邊看到中國要想說的話 在西方那邊看到西方想要說的話 中間應該是有大部分的重複 但中間也可能有些加減 所以一邊就會有一些東西自己不喜歡不說 另一邊就是自己不喜歡聽也不說 會有這樣的情況 雖然我先跟大家讀一讀 在新華社報告的就是 習近平說了什麼? 習近平指出就是過去半個多世紀 國際關係之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 中美關係的恢復和發展 雖然期間也經歷過不少曲折和困難 但總體是不斷向前移車取得封石的成果 得造福了兩國人民 也都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範圍 中美合作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這是標準中國的語言 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 中美合作可以扮成很多有利於兩個國家和世界的大事 中美對抗兩個國家和世界一定是一場災難 習近平強調 當前中美關係正在主要關口 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在兩國人民的國際社會的共同期盼 和國際社會的共同期盼 你講過 習近平和拜登講過 你講過 美國最大的特點就是可能性 希望在現在這個可能性 照著有利兩國關係改善的方向發展 兩國應該共同努力 雙向而行 秉持不衝突不對抗 互相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 劉先生這幾個字是中國近習近平以來常用的那幾個字 不衝突不對抗 互相尊重合作共贏 換句話說 在美國方面看來就是 中國現在想和你平起平坐 但中國也覺得自己體量已經足夠大和你平起平坐 然後接下來就是 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讓兩國人民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利益 這就是中國人 一向強調要對人民有實實在在的利益 為抗擊新冠疫情 促進世界經濟復甦和維護地區和和平穩定 作出應有的貢獻 習近平繼續強調 中美在一些問題上會有不同的看法 關鍵是要互相尊重 平等相待 以見識的方法妥善管控和處理 兩國的外交部門可以就雙方 雙邊關係的廣泛題目問題和重大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溝通 兩國的經濟、金融、執法、軍隊等部門 也可以多開展一些接觸 中美雙方應該重新建立各種對話的機制 準確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圖 避免誤解和誤判 要分清哪些是分歧 要好好的管控 哪些可以合作有合作意義的 共同推進走相合作的軌道 接著就是台灣、涉港、涉疆的問題 是中國的內政 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美國應該尊重中國人的核心 中國的核心利益 慎重行事 這點是他們兩個其中一個最大分歧 接著他也說 習近平強調 面對當前充滿不穩定的國際形勢 中美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承擔著特殊國際責任和義務 雙方應該順應世界潮流 共同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為促進世界和平和發展作出歷史性貢獻 這就是習近平要對拜登說的 拜登那邊跟習近平說的是什麼呢 這個我要跟大家做一個即時傳譯 我會一直看英文版本 一直跟大家說 拜登表示對於中國對一些政治自由 在香港那些表示關注 認為中國越來越強勢的政策 包括相對於台灣 記得剛剛習近平說 台灣是中國內政 所以拜登很明顯跟習近平有個分歧 兩位繼續交換現金 關於怎樣可以對付新冠疫情 亦都要共同分享 接受全球健康的挑戰 氣候的變化和軍備的增加 中國這邊沒有提軍備 美國軍備在他來說很重要 所以他一定會提 也說到台灣問題是拜登的頭三項大事 所以這裡有提出 他反映出和上一屆總統的做法是一個連貫性 其實應該說是拜登更加連貫在他做副總統那時 即是奧巴馬時代的政策 我們知道在奧巴馬時代的時候 美國當時的國務卿希拉里 開始提出一個叫做重返亞太的戰略 這個重返亞太的戰略 好聽一點就說來回亞太這邊 幫亞太多點接觸 但實際上他意思是把三分之二的海軍軍力 放過來太平洋這一邊 現在我們在說話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也知道 最少有兩隻美國的好母艦在中國南海 這個要母揚威其實使得中國人很不開心 而亞太戰略會把軍力調過來太平洋這一邊 再加上一連串的行動 包括就是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這個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當時是沒有中國份的 只是他們因為選了特朗普出來 他自動退群 要不然TPP是搞得成的 搞得成一個叫做跨太平洋的夥伴合作關係 但是就沒有了太平洋這一邊最大的國家 就是他們搞小圈子 中國的反制當然是RCEP Regional Cooperat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大家互相和你對稱 這個也很奇怪的 是沒有了美國份的 但是TPP簽成了 有些國家仔 包括日本 也不是國家仔 日本人少 包括日本 澳大利亞 這裡等等 就是簽了TPP 但是美國還未簽 現在美國想加入 中國也說我願意加入 所以這裡有一個TPP 因為兩個加進來 我想結果 這個政治分裂就會瓦解 但是同一時間 RCEP繼續運行 所以其實在特朗普旗下 可以說美國輸了帳 而這個RCEP最大的缺少 也可能是一個運氣 就是印度沒有加入 印度沒有加入 就沒有了腳趾棍在 有好處 但不好處 RCEP代表人口少了很多 如果中國和印度 鄰近的國家加起來 那裡至少佔了世界一半人口 所以那個影響力會很大 但是現在稍微少些 而特朗普這邊繼續說 他已經是台灣的代表 跟他美國高層官員見面 這件事中國一直都是反對的 在這裡也不聽到 習近平要求特朗普 承認過一中國原則 這個原則好像沒有提到 兩邊都沒有提到 這件事是核心的價值 所以不知為什麼會沒有提 但是我相信 習近平不會漏的 但是為什麼會沒有說 這個我們要大家自己想想 另外就是 當然 老調重頭 現在美國那邊就說 人權 言論自由 要民主化之類 我今天在大衛sir的 《救救孩子》節目 跟大家講清楚 我認為民主不是簡單的 用選舉辦法 就叫做民主 民主是以民為主 這個概念是 遠遠複雜過 只是一個選舉辦法 而如果將民主等同於選舉辦法 我相信大家錯得很厲害 我們一定要看清楚這個字的意思 不要被人偷龍轉鳳 選舉辦法是選舉辦法 你用什麼方式選舉 是你們國家的內政 但是跟民主和政府很壞 我覺得是絕無關係的 這裡很快就跟大家講了 這兩個最重要的國家領導人 互相聊天